在世界金融寡头摩根的资助下 特斯拉利用九项发明基础建立了尼亚加拉水电站 水电站每日所生产的电力足以供应 美国纽约和加拿大安大略省总需求的四分之一 其电力输出量实事惊人 而这项足足超过100年以上的电力建设 至今仍然运作如常 从未间断地生产出无穷无尽的天然能源 乃是人类近百年科学上的一大标记 紧接着 在1898年 特斯拉又发明了无线遥控技术 1899年成功制造出球状闪电 次年 特斯拉加大对电流的研究控制 得到了1000英尺的强大放选 在全球范围内首次达成人造闪电效应 除此之外 尼古拉特斯拉一生还独立开发并取得专利700余众 合作开发达1000种以上 帮忙开发的更是出国家 他拍摄了世界第一张X的射线照片 发明了第一台无线控机器 发动机火花塞 霓虹灯等等 对机器人弹道学 信息科学 核子物理学等各种领域均有贡献 甚至提出了死光 电盾 叠形飞行器 漂浮气电船 粒子树武器之类的原理 连通古斯大爆炸也怀疑跟它有关 晚年更是偶心立血完成了人类史上最伟大的矿式巨作 引力的动态理论 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关于空间传送系统及引力门系统的设计 包含反引力及人造重力的装置设计 美国的首席科学家看过文章后 竟然直接将其列为绝对机密 禁止对外发表 甚至派出特工前往跟踪金士 直到1943年尼古拉特斯拉逝世 或许正如特斯拉本人原话所说的那样 我懂得比上帝还多 我甚至能够劈开地球